什么是关西法? 此心随所欲游,随欲随处,见乐处,我先令其坚定。 我会像训想师用刺棒训练也像一样彻底训练他。 法句经 326 我和我的呼吸,关西法是修洗内观察修的第一步。 安娜班娜 的意思是观察自然,正常的呼吸, 呼吸的进来和出去。 这是一种异于学习,客观且科学的技术, 有助于培养思想的集中力。 观察呼吸是禅修的理想对象, 因为它随时可用,而且完全不分宗派。 关西法与基于人工调节呼吸的技术有很大不同。 修洗或呈现关西法并不涉及仪式或仪典。 关西法提供了一种工具来应对所有年龄段的恐惧、焦虑和压力。 除了帮助瓶颈和集中注意力之外, 关西法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并让他们洞察自己的思维运作方式。 由于其简单性,该技术易于理解和实践。 为什么要自然呼吸? 内观禅修的目标不是集中心灵, 而是彻底进化心灵,消除所有心力不敬, 如愤怒、仇恨、激情、恐惧。 内观是对身心、物质的分析研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人们必须在经验层面上获得对身体、 心智和精神不敬的完整了解, 这是在呼吸的帮助下完成的。 呼吸就像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以及身体的自愿和非自愿过程之间的一座桥梁。 这项技术的第一步是培养对当前现实的认识。 生活只能活在当下。 当一个人观察呼吸时, 他就开始了解新的本质。 头脑非常转瞬即逝, 非常善变, 这个现实变得非常清晰。 他从不停留在当下, 不断地试图逃避到无法实现的过去或未来。 过去的时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即使换取全世界的财富, 也无法挽回那一刻。 同样, 人也不能活在未来。 当未来成为现在, 人才能活在其中。 一个人还没有学会如何生活, 一个人还没有学会生活的艺术。 通过观察自然呼吸, 我们慢慢地训练我们的心活在当下。 采用自然呼入和呼出的呼吸 作为专注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 我们呼吸的节奏与心灵的负面情绪 有着密切的自然联系。 当心被任何有害的消极情绪, 例如愤怒、恐惧、欲望、 极度或任何其他情绪, 污染和压倒时, 我们会看到呼吸的节奏 自然变得快速和粗暴。 当这些负面情绪不再污染心灵时, 呼吸的节奏就会变得缓慢而微妙。 观察自然呼吸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呼吸就是呼吸, 不是印度教的呼吸, 穆斯林的呼吸或基督教的呼吸。 因此, 观西法变得普遍。 内观和观西法的区别, 内观的目标是净化内心的一切不净, 而安娜班纳的目标是专注。 内观的意思是如实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是通过自我观察进行精神净化的逻辑过程。 对于自我观察, 一个人以清晰的洞察力来洞察自己的整个身心结构。 为此, 我们需要一种媒介, 一种工具, 它将引导我们到达心灵的根源, 消极和不敬的根源 就是从那里产生的, 这个媒介就是呼吸。 观察呼吸称为安娜班纳, 安娜班纳。 关西冥想是一种可以将不安的, 转瞬即逝的心 拉回特定目标或基础的方法, 从而使心得到控制。 正如一头未驯服的小牛必须被绑在一根木桩上以防止它走开一样, 心灵也必须被绳索, 了解每一个传入和传出的信息, 绑在木桩, 鼻子的底部, 上。 呼吸, 使之平静, 稳定。 关西法冥想有其巨大的好处, 但它只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 它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 使心更加平静和集中, 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内观本身的休息。 关西法冥想, 正如 Sri S. N. Gunker 按照乌巴庆老师的传统所教导的那样, 关西法冥想是一种来自古印度的宝贵技巧,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过上平衡, 平静的生活。 安纳班纳, Anapreneur的意思是观察自然, 正常的呼吸, 呼吸的进来和出去。 这是休息内观的第一步。 关西冥想与基于人工调节呼吸的技术有很大不同。 休息或呈现关西法并不涉及仪式或仪点。 这个简短的关西课程是一个介绍性课程, 以便人们可以开始采取内观练习的初步步骤。 要了解有关内观的更多信息, 请参加世界各地任何内观中心为期。 10.天的课程, 由 Srey S. N. Gawinkji 按照乌巴庆老师的传统教授内观课程。